每日最新关键是城市向前行 早安你在收听和收看的是CityPlus早班城市向前行 我是小芬 早安我是Bright Yannick 昨天是《梢巴选战》正式开打的第一天了 各政党都争分夺秒的展开拉票行程 虽然新冠疫情让选举的气氛是降温了不少 但各党重量级的领袖的提名程序一完成 各种和选民见面演讲等等的活动都通通没有再放过的 就是要争取让选民增加对这位候选人的好感度 根据选委会的宣布 这次沙巴州选举73个州议席就有447人来竞选的 多达56名的独立人士也参加竞选了 堪称是马来西亚选举史上人数最多的一次 选民人数才只有1124598人 首相兼土团党主席穆尤丁丁丁 首相前天就陪同土团党的沙巴主席 也是他选定的沙巴首席部长人选哈兹兹 前往提名中心之后就随即到斗亚兰 为国盟国阵候选人来拉票 走入市集来巡视当地的小贩营业的情况 其实他这次这个人选可以说是非常的争议重重 因为也遭到了这个巫统主席阿莫扎西的打脸 反对他是这个首席部长的人选的 而昨天呢我们的首相丁丁呢 也在高教部长诺莱尼的陪同之下 和我们的沙巴州的爬树女孩维维奥娜 和他的家人一起共餐和拍照的 是那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看到前首相 也就是波斯库纳吉亚也到沙巴呢 为这个国阵的候选人拉票 所到之处都吸引了许多当地的民众 热烈的欢迎还有要求一起合照 所以这个人气看起来是不减的哦 那这次竞选七个州席 并选择使用明星党期之上阵的 这个行动党候选人 也锁定一些部分的商业领域 宗教场所等等来接触选民 那交通部长兼马华总会长魏家祥 和其他马华领袖呢 也都到了亚币等等的地区 为马华的候选人拉票的 马华这一次呢竞选四个州席 并使用国阵的旗帜上阵 魏家祥也就山达根的机场扩建计划 进行了这个汇报会 那另一方面呢 昨天开始沙巴各地就涌现了 各政党还有政治联盟的这个旗帜 那其中明星党国盟还有自民党 都纷纷以旗子战 为这个选战拉开了造势 吸引选民的眼球 那么据说由于各政党的候选人名单 都在提名前一两天才公布 所以呢只有部分的地区 有看到这个候选人样貌的 竞选的这个横幅啦 看板等等这些选战的宣传品的 那么相信今天开始呢 我们会在选委会允许的空地上 会有更多的各政党 还有候选人的这个旗帜呢 是铺天盖地的出现的 为各自的政党的候选人 或独立人士造势来助选 务求让选民留下深刻的印象 是这个沙巴明星党主席 沙菲亦也表示说 国阵和这个国门 展开廉价的政治宣传哦 威胁沙巴人民 如果没有联邦政府 就无法生存 来获取沙巴人的支持的 他说吉兰丹 槟城和雪兰俄州的例子 已经是足以证明说 即使是反对党执政的州数 他们依然没有死 他认为说 如果沙巴人民能够勇敢 对贪污滥权的政党 说no的话呢 那么将死的这个国阵和国盟呢 因为他们再也无法夺取 沙巴人民的这个财产了 他说沙巴是有这个 联邦领导人统治的时代 在2018年大选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终结了 如今呢 沙巴拥有强大的实力 因为呢 人民团结一心啊 由这个地方领袖来管理 让各州的这个州权力 都能够得到行使的 而且呢 前沙巴首长 沙菲义代表示说 他当初当机立断的选择 解散沙巴州议会 是因为不想把沙巴的未来 交给肮脏和不获信任的领导人 也就是前首长穆沙阿曼 不要把沙巴的未来 交给吉隆坡 还有跳槽的这些政治青蛙 领导人们 另一方面呢 他也表示说 国盟国阵和沙巴团结党组成的 沙巴人民联盟 是为了让他们能够在州选取的成功 从当地人的手中 夺取州政府的这个权利 是 沙菲义强调说 GRS呢 实际上是联邦政府的一项举措 目的是尽可能 赞助一小政党 让他们分裂 推翻现有的政府 以实现他们的政治愿望 但是他相信人民是不容易被愚弄的 那首想间土著团结党主席 也就是慕尤丁早前也宣布 国盟国阵以及沙巴团结党 已经是联合成立了沙巴人民联盟的 那结盟出战第16届沙巴州选举 进逐全部的73个州席 只有一个目标 就是要取得37席以上 才能取代以明星党为首的沙巴州政府 那这次的大混战呢 让人看到的真是非常的眼花缭乱啊 究竟谁能笑傲张湖 笑到最后呢 我们就且看 9月26号的投票日 谁能组成沙巴的这个新政府了 嗯没错 那等一下回来呢 再来跟你跟进一下 由这个妇女组来提案 伊党呢 逆决要废除马来西亚的赌博业 看看这个怎么样去推翻 等一下回来 有更多的这个消息来跟你分享 嗯 嗯